男朋友 郎君 来 你快坐 郎君 今日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 上次的工钱可还没给呢 这次又要求我什么呀 我的胭脂小铺万事俱备 只欠一个名字 我想了想 我有郎君大财 只有你能替我解忧了 这还报气 就叫柳记研制部 柳记 对啊 以前你达理生银茶都是顾家自豪 纵然别人叫你柳老板 那也是顾家的柳老板 如今你终于有了一手 自己经营的买卖 那当然要叫柳记了 虽然很好 但不合适 为什么 太草率了 我若开的是绸缎妆 药物妆 小诗店 都可以叫柳记 唯有胭脂谱不行 我想要的这个名字 要别致 雅气 不能太泛泛 也不能太生僻 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 以后一用到胭脂 就能想到我的铺子 那便成了 起个名字 什么话呀 我们要做的是女子的生意 既然如此 这不能敷衍她们 从名字到包装 再到货品成色 事事处处都要替她们着想 我想着